一樣有小女生般的天真 看到這些可愛的玩偶以及吊飾品 你以為那是個小女生的房間嗎 放著可愛的馬尾和無邪的笑容 其實她是一位道道弟弟的獸醫師 就是我媽媽有養很多狗 然後也有養雞 養鴨 養鵝 那我從小很自然就是跟動物一起長大 然後所以他們第一有病痛的時候 我會感同身受 然後就會很希望可以幫他們緩解那些病痛 可是當然小時候的話是無人為力 可是那就鞏固了我一個想法 就是希望可以成為他們的醫生這樣子 在七八年級的職場中 獸醫算是比較冷門的科系 記者問她原因 得到答案之後 我們都點頭了 譬如說有小牛 她是可能一進來的時候 她是食慾不好的 而且站不起來 可是經過老師的指導 然後我們非常用心照顧之後 她能站起來而且吃東西 那一瞬間其實大家都會鼻酸 然後就會想哭 在實驗室三年的時間裡面就更加鞏固自己想要繼續走這一行的心情 然後所以畢業後順利考到執照以後就會覺得說希望能夠為受醫界 就是服務的更進入 然後能夠貢獻幾立的心情就更加強烈 投身受醫師的她遇到了很多的感動 有一天她被派去到偏鄉部落施打狂犬病的疫苗 大雨中見到一位行動不便的老婦人 抱著自己心愛的小狗 一步一步的只為了小狗的健康 就看到就是山下附近那種有個老太太她就是緩緩一步一步抱著她家的狗狗走過來的時候 就是有一種感動說我來這個地方來對 就是會有這種感動 然後她一直跟我們道謝的時候 那種感覺就是 的確這個出來就是會去幫到行動不方便的老人家 就是這種感覺 然後就是她養狗帽的時候 也就是可以讓她不用擔心到防疫這一塊 然後就覺得說哇我終於有 就是有一種小小的夢的感覺吧 許多都是偏鄉也有許多愛動物的人 但因為資源的缺乏動無法妥喪的照顧 家會下鄉的服務 有種與生俱來的使命感 因為她的愛心和細心 動物的防疫工作都能做到盡善盡美 東彈新聞陳靜雄採訪報導